桃園是陽梅區又是工業區的一間塑膠工廠 在5號深夜11點多發生了大火 隔離廠房裡頭有塑膠、製品等毅然物質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出貨爆之後 出動了消防車每週報來協助滅火 直到清晨接近6點時才撲滅火勢 雖然說無人傷亡 但是引發的惡臭 讓附近的住戶抱怨連連 工廠全面陷入火海 火勢猛烈還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黑夜被火光染紅滾滾黑煙 伴隨大火不斷往天空直竄 5號深夜11點多 桃園陽梅區又是工業區 一間塑膠鐵皮工廠發生大火 一樓塑膠製品迅速燃燒 波及1500平方公尺 消防局貨爆不敢大意 吊牌66名消防員28輛消防車 還出動化學消防車每週報值員 一直到清晨近6點才撲滅 現場存放大量的塑膠粒子燃燒 那現場先以四面防護避免延燒 火勢延燒廣今年首度出動 號稱全台最猛消防車的 美洲報協助救援 每分鐘6000公升涉水量 是一般消防車的6倍 涉成長達100公尺 但火面了空污問題 卻讓附近居民很頭痛 就是燒塑膠的味道 燒塑膠的味道 很濃嗎 很濃 聞到很濃的煙味 不少民眾抱怨火災過後 聞到濃濃塑膠臭味 消防局表示 起火現場是塑膠製造業 並非毒化列管場所 是否構成空污違規藥界 還要釐清 但如果確實有管理疏失 開罰至少10萬元以上 解鈴助長 台灣報導